Hi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Huan 在這影片裡有跟大家介紹說RTX 3070的性能測試 擁有比肩2080Ti的性能,但收價卻少一半 只要它接下來能夠正常供貨的話 沒意外會成為中高階電腦的主力軍 那就要帶給大家的是,有龍魂信仰的高階非公卡 來自微星的RTX 3070 GAMING XTRIO 它也是這次所有3070卡裡面,外觀最重我的一張 那我們剛剛繼續說,直接來開始 微星的GAMING XTRIO顯卡 我之前3080已經有開箱過一次了 在外觀設計上是完全相同的 一樣是一張長度達到柴絲級別的顯卡 在正面設計上,有類似於龍爪爪橫般的RGB燈 橫色用於直立顯卡來做展示 那來輸出的部分跟3080相同 一樣有著3個DP1.4A,以及一個HDMI 2.1 外要上8K螢幕也是沒問題的 在背面部分,一樣有用石墨細附的材質背板 比較不同的是它尾端著有做開孔 可以讓風扇的氣流直接通過,增加散熱效果 因為這張3070的PCB比3080短 所以多了一節空間出來 那因為功耗降低100W 所以就不需要像是3080用到3個8PIN了 以3070220W的功耗來說 扣掉主機板提供的75W 等於還需要約145W的PCIe供電 所以你用單條PCIe線轉接基本上是沒問題的 不過我個人還是會建議拉兩條 因為畢竟每顆電供提供線材會各有不同 在還沒確保線材規格足夠的前提下 接兩條會比較保險的 而這顯卡的側邊部分一樣用金屬支架做補強 雖然它是70級別的顯卡 但重量上依然是不容小覷 達到了1.6公斤 所以原廠一樣有附給你質感不錯的金屬支撐架 然後我也會建議即可版才可以選厚一點 來確保顯卡的穩固性 所以在整體的外觀上 如果沒有看背板的話 跟3080以及3090的GAMING XTREO擺在一起 基本上是很難分辨它是哪個型號的顯卡 不過在內部結構部分就有所不同了 在熱管部分 3070使用6根熱管直觸 3080則是用上7根熱管 不過這樣的配置都算是非常足夠了 從它跑TS1的壓力測試中可以看得出來 最高溫度僅有66度 風噪聲在47分貝左右 放進機格後基本上是聽不到聲音的 如果將風扇調到滿百後 風噪聲會拉高到64分貝 溫度會進一步降到54度 這是一個你只要把風扇設回自動 它就會直接停轉的溫度表現 所以可以說這樣的散熱模組 放到3070上是有些效能溢出了 那在我們看到PCB的部分 中間可以看到小了一號的GA104核心 以及周圍的8顆GD6 VRAM 因為3070的耗電量降低了100W 所以在供電規模上對比3080也有所精簡 在左側的MOS管處有加上金屬散熱片 再搭配導熱片接觸7片做導熱 而背板的部分 在VRM以及MOS處也有貼導熱片 那接著進入效能實測的部分 這次的測試平台比較特別 因應原廠的要求 這次的測試平台就用上微星的全家餐 主機板部分使用MAG Z490 Tomahawk 這是一張定位在主流的Z490主機板 電源部分使用微星加新推出的MPGA850GF 850W金牌全模組電源 那散熱器使用的是MAG CoreLiquid 360R 這組水冷很特別的地方在於 它的馬達是放在冷排上面的 而且風扇的燈效做得很美 那既然散熱器用上360水冷了 那CPU不做個升級好像也說不過去 所以這也使用我前陣子從蝦皮搞來的i9 1090K 而且是漫威包裝的特別版 其實主要是因為它在蝦皮上賣一般的有便宜到 而且重點是那個賣家它的CPU零用都沒有用過 它只有把包裝旁邊的那個序號刮掉而已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子 所以看到這個價格後 再這樣之後想拿來評測Ryzen 5000系列的處理器 所以就咬咬買了 消耗的聲量不算多 生活還算過了過去沒有問題 大家不用太擔心 那整體的評測平台列在這裡,給大家參考 當會亮的零件都換上微星了之後 那個燈效同步起來是很美好的 我個人會覺得微星在燈的這塊做的很有自身的風格 會讓人有想要抽一整套的衝動 然後這次的驅動部分 因為在製作這支影片的時候 3D70也正式解禁了 所以這次會用上官網上面最新的457.09版本 熱騰騰的正式驅動 大家也可以比較一下對比測試版,有沒有不同 那首先來看3DMark的跑分 這次測出來的數據相比上次來說分數高了一些些 對比上次的測試 與2080Ti的差距從上次最大的8%縮短到7% 而Five Strike Ultra則是基本上一樣了 有可能是讓Gaming X3的頻率比較高 運行所謂接近2000MHz 並且功耗強一樣的上調,可以到230W左右 在驅動上也可能有多少影響 而測試光追的Post Royale也有2.5%的進步 與2080Ti相差11% 而在DLSS的測試上則差不多,沒什麼改變 而在實際的遊戲測試中 2K解析度下,遊戲表現基本上跟上次測相差不大 也是跟2080Ti打的有數而贏 此次是奧德賽兩張卡持平 佔地5及COD,3070要好上1mm 其他遊戲部分則是退步了2-3幀 而在4K解析度下做測試,兩張卡的差距僅有2-3幀 以遊戲體驗來說基本上沒什麼差別 那上次有觀眾留言問我說 我對於3070那8G的V-RAM有什麼看法 其實老實說我一開始看到它的記憶體規格 我就會將它分類在2K解析度游玩的顯卡 畢竟以目前很多大型遊戲來說 開4K解析度的V-RAM,都很容易直接突破8G了 那一日我經過實測後 發現對比擁有11G V-RAM的2080Ti 3070並沒有出現明顯的瓶頸 像是決勝時刻現在真真,在4K解析度下2080Ti會被佔用超過8G的V-RAM 而在《國木奇兵暗影》裡面,則是會吃到接近10G 但換成3070來跑,CLD裡面它會控制在7G上下的佔用 並且不會有明顯的增率損失 在《國木奇兵暗影》也一樣,雖然V-RAM接近吃滿 但是也沒有出現明顯的掉幀 所以這意味著遊戲內還是會自動去調控V-RAM的分配 只要顯卡V-RAM的總容量不要太低的話 要滿足4K解析度的調用還是OK的 不過8G說到底還是會成為一個隱憂 畢竟之後的遊戲,V-RAM只有一款比一款還吃 所以如果真的有打錯玩4K的人 只是上3080還是會比較保險一點 那這裡還是要再提一下NVIDIA的Reflex技術 之前有聊過它是透過優化CPU以及GPU的運作流程 來達到降低系統的延遲效果 所以如果你是使用N卡,並且更新的最新驅動後 記得可以在遊戲內開啟NVIDIA Reflex的選項 而且它還有進一步的GPU加速可以選 把這些選項打開都能進一步的降低延遲 來獲得更好的遊戲表現 反正是免費的,開得也不會影響遊戲性能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開到爽 然後你也可以透過Performance Overlay功能 來檢視更詳細的延遲數據 開啟方法很簡單 就是先安裝最新的NVIDIA GeForce Experience程式 在一般設定裡面這裡 將這個啟用試驗性功能的選項打開 接著按ALT加Z進度設定介面 點選右上方的效能 接著選擇效能重點的右方設定鈕 並且在效能的選項裡,選擇延遲的選項 這樣依然你就可以得到像這樣的OSD功能 可以詳細的去看你的系統的延遲分佈 那我也嘗試一下超頻 我測試的這張3070體質還可以 將頻率上到2000,VRAM上到8000的情況下 依然是可以順利開啟遊戲遊玩的 在物資上裡面可以有8幀的震率提升 顯卡功率會達到240W 在Time Spy跑分測裡得到14119分 於2080Ti縮短到2%以內 如果在未來有試出更高功能強的BIOS 或是驅動有在做優化 那我認為超頻表現還能更好 那以上就是這次微信的3070分享 在性能上使用新的驅動 搭配頻率高一些的Gaming X-TRIO 整體的表現又離2080Ti更近一步 只要未來NVIDIA還不搞驅動複優化的話 那相信3070是很有機會贏過2080Ti的 而Gaming X-TRIO的版本屬於高階定位 它給你優異的散熱以及風罩 RGB也給好給滿 目前定價在18500 我相信有人看到這個價格後 會說那為什麼不要再加個幾千塊 上一張普通主流截的3080 其實每當遇到這樣觀點的朋友 我都會覺得蠻有趣的 正因為你是這麼覺得 所以通常你就是那個 會去購買一般主流顯卡的消費者 而一款產品它會存回市場上 正是因為它有對應的需求在 就是會有人會願意再多花一些費用 來換取這些性能以外的功能 就像這邊曾經跟我說過的 你會花錢買一台Porsche的凱焰入門款 還是願意以差不多的價格 買一台旗艦版的BMW X5 對於不同的來說 切入思考的方向不同 那做出的決定也會不同 那今天的分享差不多到這裡 我是Huan,我們下次見,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